炒鍋開火爆香後 加入高麗菜燜熟 主角炒麵跟著下鍋 加進醬之後 美味的秘訣就在旁邊這一鍋 新鮮蔬菜熬煮的高湯 加到炒麵裡面一起拌炒 讓麵條吸收蔬菜高湯的鮮甜 店家另外一道招牌 還有手工自製的蘿蔔糕 上煎台後先大火快煎 一定要讓表面煎到恰恰恰 金黃酥脆後再轉小火 這樣子煎出來的蘿蔔糕 外酥禮嫩加上店家自製 每天限量15份賣完為止 每個不一樣的地方再說 它吃起來不會很油膩 然後吃起來的話會有一種就是 感覺有一點懷舊的古早味 為了南投草屯這一間早餐店 因為開在學區921大地震後 開業將近25年時間 只有微調過一次價錢 炒麵維持一份35元 手工蘿蔔糕30元 還是讓民眾直呼真的很划算 我們的麵就是量比較多了 應該運動算帥了 沒貴了 業者說家庭式的小店客人 都是從小吃到大的鄰居和學生 加上限量備貨賣完就沒有 有效控制成本 不只口味還有價格 都是濃濃的古早味 TV新聞陳家貴 南投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